5. 《蘋果日報》 見歌與台灣 欲遍已忘言 2015年7月27日專欄專論 A14. 見歌與台灣業一見忽然一週夏月結業 一週刊大財源 很多外匯一傳媒的先進及同業 信件、電郵、WhatsApp、交加 有同情的、鼓勵的、教勞的、提供工作的、感動、感激 另外 有很多訪問及出席座談會的邀請 什麼只每末日 轉戰網絡之類 入一軟俱了 始終有爭議 欲遍已忘言 興周已過 還有什麼好說的 此刻 只想跟同事說聲 對不起 珍重 回了台灣 不是逃避香港的責任 是突然間很怕台灣同事 仍然過於眷戀昔日台灣蘋果紙本的輝煌歲月 以看不到前路的險峻 畢竟 他依然是集團陀情A 營利表現最出色的看物之一 暖水P.A.徹師 說 永遠警覺性最低 也最容易送命 一家老牌的台灣企業 在台灣蘋果日報下廣告 以前都是預算百分之七十 八十在紙本 援票性質百分之三十 二十在網絡 今年 者家企業突然要調轉這個預算比例 一片落葉 數說抽支張志 一個預算 可以解讀什麼 台灣網絡發展的確比香港慢 今年才推4G 效果也差勁 但會來的 早晚會來 最新統計 台灣落在網絡的廣告 今年已到百分之三十 首次超過紙媒的百分之二十 前輩說 人們都在開 BMW 保買了 我們還在眷戀什麼千里馬 汗血馬 赤兔馬馬 後記想起電影 In Pursuit of Warner 劇情描述1930年代 美國麥克加斯將軍認為 已發明臨臨種種的軍車戰車坦克車 騎兵的軍馬功能已完全被取代 為令軍隊現代化 下令裁設騎兵 並命軍方屠殺軍馬以直省開支 奉命屠殺戰友的男主角 Don Johnson 不得已將一批軍馬趕入坑中 看隔地門在機槍宿舍下 施喊悲鳴 掙扎倒地 之後 他再不願殘殺增一同出生入死的戰馬 於是為抗軍令 戴皮敦坑莫S月嶺 千里迢迢 逃到願意收留馬匹的加拿大 故事高潮是這一幕 主角帶後 馬途去加拿大的秘密棧道 其實早被發現及被重兵埋伏 第一場景是軍馬好好蕩蕩蕩經過秘道 第二場景是指揮官下令開槍 然後是一排士兵瘋狂的開幕依律 J 掃射 觀眾都以為軍馬被殘酷的集體屠殺了 會去第一場景 軍馬安然無揚 在主角帶領下 絲毫無損 順利通過斬道 第二場景 下令開槍的指揮官木登口外 撥然大怒 忽然 他仿然大悟 開槍的是兵士故意打不中的 他嚴肅的下令 繼續向打不中馬的方向開槍掃射 然後他微微的笑料 頁一見APIDKIN AT APIDAILY.COM.TW